好各位观众 刚刚呢阿富汗发生了一件大事 就是呢恐怖攻击呢已经开始了 当所有的全国民众还在关心说 到底要怎么样把 在那个现在阿富汗的这些美国人呢 给救回来的时候呢 已经恐攻已经开始了 好刚刚Job Biden出来开记者会 请大家看一看他出来开记者会的 那一个表情啊 那个好像呢躲在厕所里面 哭完了以后出来的 因为哭伤着脸 然后呢慢慢的读那个稿 OK自己要说什么 连一点勇气样子都没有 OK这个是美国的川军最高统帅 所以呢今天我想问大家 如果你是塔利班 如果你是ISIS的话 你看到说 居然美国现在是以这样子的来领导 这个我不欺负你 我真的是对不起你 OK今天呢如果不欺负美国的话 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一个机会 鸡不可施啊 OK就这样子 所以呢各位 过去投给那个左派政府的基督徒们 牧者们请你们悔改 OK今天呢 在美国所发生的这六七个月来 在阿富汗所发生的这些事情 还有那些许多颅固的血已经流下来了 还有即将要流的 现在在美国照我昨天听的 Steve Bannon他访问个博会的议员 他说照得到的情报不是五千个 而是五万个 最少有五万个美国人民呢 还是留在阿富汗等着被撤离 根本这件事情是非常困难一件事情 其中有一个战地记者 他专门跑阿富汗还有其他地方 他就直接跟那个Steve Bannon讲说 阿富汗这个地方啊 他说是整个像德州那么大 而且呢他不像我们这边交通很便利啊 25万个是分散在阿富汗的很多的地方 因为美国在那边20年了OK 所以说呢各式各样的不是只有军方的 或者是这些的军事上面的这些 consultant company而已 还有这一些的比如说去那边传到的这些的 给营利组织啊什么很多很多的呢 OK 五万个分散在阿富汗他没有道路 你说你要先去把这五万人在哪里找出来 都已经很困难 何况说你要突破重重的交通的封锁 你要进到那个点去 然后个别把他们给带出来 这个事情实在是比南上加南的一件事情啊 所以各位啊这五万个被当错成职 你看看如果说塔利班这样子 当场就跟你处决一百个 五万个要处决很久呢 受得了吗 受不了啊 OK这些无辜是不用留的 我自己的看法是这样啊 他们这些左派没那么笨啊 OK其实我们也知道拜登呢 他根本就不是真正的总统 他的背后就是有个真正掌握他的 OK所以他不可能把这样一个重要的事情 就是交给他去让他去搞乱七八糟 这个不合逻辑 这个呢一定是呢 这个背后呢掌握他的那个势力呢 就是呢故意呢 让他用他做幌子 把这些事情拔换这个事情搞成这个样子 第一个消弱美国的力量 OK这个呢就是过去Steve Bannon 在讲的那个叫做 Manage decline of the power of United States 他们是有步骤的哦 而且是一步一步的进行的是manage的 是管控式的 让这一个美国的国力啊 一步一步消退下来 OK为什么这样子呢 因为唯有这样子呢才能够打击美国的中产阶级 然后才可以把民主制度根基拿掉 第二个他们才能够把这一个基督教的传统的保守势力给他根除掉 所以因为这样子呢 他们要借用的力量 其中之一就是激进的穆斯林分子 恐怖分子 这个就是为什么过去 在那个欧巴马执政那个八年期间啊 越反越恐 很多地方都出了很多恐怖攻击的事情 而且呢他们让这个穆斯林的极端势力呢抬头 这样子呢知道说呢 让穆斯林的势力抬头起来以后呢 他们是会消灭基督教的一个势力的 OK 所以他们都知道说你 让哪一个势力呢成长的话 另外一个就会消退下去 OK这个也就是当初为什么 苏联啊那个时候那个勾巴契夫呢 他决定就说 开放而且他让那个让基督徒的势力起来 这是过去那个行走祷告牧师 Henry Grover我们所敬爱的 他在过世以前亲口跟我讲的 他说因为 勾巴契夫跟他讲说 因为呢因为他们很害怕这些 那个伊斯兰极端的恐怖主义在诸二境内发动 所以他他说呢 他让这个基督徒的势力起来 然后果然呢基督徒势力起来以后呢 这个极端的那个势力 穆斯林恐怖主义的势力就下去了 OK但是呢 这个美国的左派政府呢 他用的是反过来的 OK所以你才会看到说 为什么呢 在过去欧巴马执政的那个八年时间呢 那个学校要借着跨文化学习的名义呢 要推动这些小学生呢 还要取伊斯兰教的名字 还要去那个 他们的那个Mars 要去观摩什么什么 可是在学校里面不准你祷告 祷告圣经里面 圣经里面要离开学校种种的 OK这个就是为什么 这一次呢 一样恐怖主义 OK现在呢 你想想看 这个整个阿富汗的大崩溃 OK整个让他这个塔利班的恐怖主义抬头 他们现在已经聚集起来 已经打算要庆祝91120周年庆 我跟你讲 再也没有让他们更兴奋的事情 因为看到这个美国的大溃败 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美国的三军统帅 这个时候我不攻击你 我真的对不起你 所以呢他们已经911那天呢 他们要举办大规模的那个庆祝活动 而且呢根据那个国会议员 我前两天听的 Steve Bannon访问他的 那个战地记者他就说 你等着看 那些的放掉的那个 ISIS的那个几千个囚犯 还有塔利班的这些的种种的 这些恐怖攻击呢 他说呢 就是到时候就是从南部边境进来 一直到现在拜登呢 还是要让南部边境无限制的开放 各位不是只有墨西哥的 进来的就是从里面进来的 很方便 我希望我这一个看法是错的 但是呢 把这些的整个迹象全部 你给他凑容起来看 各位迹象要来的911 我们要祷告 我跟你讲可能很不平静的 OK因为他们现在这个自然界 我们所看到这个自然界的 这个极端恐怖主义塔利班 ISIS的势力这样子嚣张起来 这个背后灵界的更嚣张 OK那这样子呢 你就知道说 他在美国呢 后面很有可能就会发动许多的攻击 OK就像我讲的千载南逢的机会 是不是 好再加上 他们现在通过了三兆或四兆的预算 那个预算如果给他通过 他们说是叫做infrastructure 其实根本就不是infrastructure 跟那个基础建设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个呢就是最后一步了 就是弄垮美国经济的最后一步了 以后30岁以下的 而且年轻人们你们要听哦 我跟你讲 有知道年轻人们有许多呢 是喜欢那个投给那个左派的 我告诉你 就是你所喜欢的这些人呢 他们会让你30岁以下的年轻人哦 以后是一无所有 You will all nothing 但是You will be happy 就这样子 嘿嘿 OK为什么呢 我告诉你 这个呢就是他们现在发明的最新的方法 叫做monetize monetize the debt 什么叫monetize the debt 美国呢因为这些的赤字 过去所发行的这些国债 早就已经卖不出去了 OK 现在中国还会再来买你的国债吗 不会嘛对不对 那个日本还会再来买你发行的这些政府债券吗 这些棒的不会啊 好那我问你 他通过了这个三兆四兆的 这种的天文数字的赤字啊 好这一个政府的公债 联邦政府的公债印出来的 卖给谁 唯一的 Federal Reserve 就这样 Federal Reserve怎么买 开动印钞机 他就可以无限制印钞啊 所以呢他就去印四兆 去来买这个四兆的公债啊 好 各位这一下子 就把你我手上的钱啊 全部再一次的贬值下来 这个就是把他的国债 这个天文数字的国债直接把它变成货币 放到你身上去 是货币的贬值 OK各位我们呢现在大家所看到的这个通货膨胀啊 目前还算是比较小菜一盘啊 OK 当他这个过通过的时候 这一个所引发的那个通货膨胀 的速度跟幅度是不得了 这样子我们就 真的进入的启示论的那个第三印 里面的那个骑着骑在马上面的拿着天秤 天秤有没有 然后说一生的大麦呢 单身的大麦卖一天的工钱 来而且小麦呢你只能买一天份的 就是天的工钱只能买一公升的小麦 然后呢一天的工钱可以买三公升的大麦这样子所以呢辛苦的整天 你只能买这个仅仅维持你温饱的食物而已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干你知道吗 因为当你 为这些基本的生活的需求还有你家人的基本的生活的需求你要泪趴的时候 你那个属灵上面事情你根本没有没有精力去管 这一切都是这样计谋的 你说撒旦可不可恶 可恶 你说这些跟撒旦合作的人 可不可恶 很可恶 OK 所以呢 这样子经过这个monetize那个国债以后 我跟你讲 这一个通货的膨胀呢 那个是人为的通货膨胀 OK 所以呢 在起诉第三印的时候他在讲说那个四活物当中呢就有跟那个骑马出去的 那个人骑在马上的讲说呢 酒汉油 合本叫酒汉油不可糟蹋 不是不可糟蹋他说make sure you do not hurt the wine and the oil 意思就是说 酒跟油啊还很 还很多啦你知道吗 很丰富那为什么奇怪那酒跟油都很丰富 为什么大麦小麦那么贵 所以告诉你这不是 天然的饥荒造成是人为的通货膨胀 就就好像委内瑞拉的情况 他没有饥荒没有是人为的这种左派的共产主义式的做法 就是会造成这样子事情啊 所以呢是人为的通货膨胀啊所以呢但是呢这些有钱人们 这一些的 我们叫 对不对这些寡头们经济的寡头科技的寡头政治的寡头 结合起来的 他们这些人 在这种大便门他们不仅不会失去他们财户他们反而呢创造他们更多的财户 他们花得起 所以酒跟油这种奢侈品啊 是不缺的他们花得起 但是一般的老百姓 OK经过这样搞下来 manage decline of united states 以后 我跟你讲 满面糊口 工作整天 汗流满面 然后呢只能呢在这个饭桌上面呢 晚餐的时候能用仅仅呢 当天能够维持 自己跟家人生活的那个一点点的食物 没有精力让你去做别的事情 OK 这个就是他们可恶的地方 今天我把这些的事情呢给他全部给他凑容起来 OK这些的点 我全把他凑容起来 OK那希望呢我的看见是错的 再一次OK 但是呢各位 反正大家也都知道现在是在末世 活在末世当中嘛 好 这样子 那么呢 圣经里面讲的真的是真的 那我们呢就是光明之子 世界越黑暗 但是我们眼睛越明亮 很重要 OK因为现在一大堆的属灵基督徒僵尸 尤其这半年来 许多的属灵的僵尸 已经出现了 OK讲的就是基督徒们 OKspiritual zombie walking zombie 不晓得现在处在什么时候 不晓得你生命的呼召 不晓得你对什么事情应该有什么看法 这都是人云云 你也没有感受 你觉得这样也可以那样也可以 反正一切都正常 我跟你讲 这个叫属灵讲 然后你甚至呢 还不知道说现在所发生在我们 眼前是 如此快速展开 圣经里面 都有记载 OK Sign is everywhere It's so happening so fast And Jesus is coming back So soon 告诉你说耶稣现在要回来 你还不欢喜快乐吗 你如果还不欢喜快乐 你不起来 跳舞吗 然后呢 告诉你说 那个要 血流成河的时候 也会到了 那个时机也会到啊 对不对 葬礼 跟 商礼 是同时要举行的啊 对新郎要回来了 可是呢那个审判 那种可怕的审判 也急让临到啊 撒旦 快要被摔下来了 对不对 他从天上在起书里面12张讲 12张讲 还是十几张 就摔下来的时候 OK撒旦就气愤愤的 到你们那里去了 所以呢 很多的 我们进入这个末世里面啊 很多的事情 就说有光明面 也有这个黑暗面 两边全部在加速 所以拜这个麦子 耶稣都讲得很清楚 拜这个麦子 你让他同时去成熟吧 到时候他派天使来收购 收购的时候就到了 OK 就是这样 所以 葬礼 也要发生 婚礼 也要发生了 你如果 跟你讲耶稣要回来 你不觉得很高兴 很快乐 你里面没有那种兴奋感的话 请你要悔改 OK 然后呢 如果说那个 刚刚你讲说你现在呢 有什么 你觉得你的所行所为啊 不讨神喜悦的 然后呢 你不愿意顺服在神的话语里面 OK 做一个真正的 不是表面的基督徒 而是说你心里面 You got to get right 跟神要对齐的时候 你如果不愿意这样子做的话 OK你觉得这也跟你没相关的话 我跟你讲 那个葬礼也很快要来了 OK 然后呢那个时候你还不会举胸 爱哭的话 这个就是耶稣在讲的说 我要用 什么方式来比喻这个generation 这个就是end time generation OK 对不对 我给你吹笛了 就是婚礼嘛 新郎来了嘛 耶稣嘛 来 你们也不觉得欢乐啊 跟我有什么关系 来 然后呢 那个跟你在那边 垂胸的时候呢 你也不举哀 你不梦 你不会哀哭啊 你不会 悔改说 哇这个 后面的审判 已经要到了 OK 我们要为我们过去的恶行 赶快回转降神 OK 领取我们生命的呼召跟奖赏 永恒踏上我们生命的呼召 有领取永恒教 还有末世还有圣灵大交官啊 越苏二段啊 还有圣灵大交官啊 所以神还有很大的作为 魔鬼很大作为 神有更大的作为啊 警醒醒过来 不再是 walking spiritual zombie Hallelujah Shop 好